记者刘宾选南投报道,大学繁星放荡,今年国立竹山高中夜环军以校牌前1%的成绩,加上学测为全校最高的68级分,顺利录取台大物理系考上第一次愿令他兴奋不已,再加上该校来自新著名家庭的莲雅如,日前以希望录学录取台大职能治疗系,也让竹山高中同学年度出现两名台大生。 创下校史新记录,夜环军父亲夜基祥是竹山,在地之民族一家,受到父亲的艺术讨演,夜环军除了成绩优异,对美术设计也相当有兴趣,不过在学科研究与兴趣等多方考量下,最终人选择钟爱的理工领域报考物理系,如愿上台大后,期许未来能成为科学家。 另外,夜的同班同学莲雅如日前则经由希望入学管道录取台大职能治疗系,今年度台大希望入学紧招收35个名额各高中仅能推荐艺人,竞争相当激烈。 该入学管道是要鼓励学子即使身处逆境,也要勤学上进,但完成学业也能回馈乡里。 连雅如的父亲因长期劳动,身体不堪负荷,限制能做简单的事物,收入不稳定,家中经济重担都落在母亲身上。 连雅如盼未来从职能治疗系毕业,能帮助家人,协助社会,让父母不用那么辛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